截至16号上海黄埔江捞起死猪 总数已经达8965头 由于黄埔江死猪漂浮处是上海市 饮用水的取水水源所在 饮用水卫生情况令人担忧 上海当局则反复宣传 水值是十分安全 惹民众痛骂 香港南华早报日前推出 是否愿意回归英国管制 网上民意调查 目前已经有92%的网民选择愿意 评论认为民调反映香港人 对北京一再干预香港事务的反弹声浪 16号四川阿坝格尔登寺 一名28岁的喇妈自焚身亡 这是2009年以来第108起 以自焚形式反抗中共高压暴政的 藏人自焚事件 3月17号新任中共总理 李克强首场记者会 总共被问了11个问题 其中有5名是大陆官方媒体记者的提问 港媒介密 今晚媒体记者在记者会前 先后接到两会新闻官的电话 询问会关心哪些问题 同时密会清点的发问记者 新唐人亚客电视整理报道